讲一下这个汽车市场,在20年前比亚迪是做电出身的 他转做车,一开波就很棒了,他用了叫做在20年前 就用了叫做,靠着它叫做逆向这个丰田Corona 打造了第一款的很漂亮的款当年的车,叫做F3 那之后再跟大家讲,逆向这种新的一种工程方式 而长城呢,汽车呢,也都靠着一个,又是本Honda Honda上面一架的CRV,搞了一架叫做Harvard H6的狼裙 那吉利亚,长安都是用了一些,长安就是用了封田的外形 搞了一架这个叫薄月的车,那之后呢,就不断地发展 走着这个低廉的生产成本和高速的反复运算 中国汽车呢,开始在这个车载资讯系统啊,新能源领域那里呢 就占到头角了,那而且呢,现在已经坐拥了全球第一大汽车市场 而在这个原油车领域领先的日本汽车呢,就开始呢 就失去了,因为它那个电动车就比较做得弱点了 就开始失去了这些掌控能力,而呢,甚至呢 就面临了汽车行业那个,会崩塌的困境 那,据这个内地的新汽车次报道呢,日本这个 明古屋大学的山本真义教授了这位先生了 那他呢,就最近呢,就把一架内地的叫做五菱宏光的mini EV 拿去日本拆开连救,就是这一部了 那,看看究竟,这辆车为什么这么卖的呢 发觉呢,分析完之后呢,日本人根本做不出这辆车的 不是说它的技术做不到的,而是你做到这样的 这样的价钱的车做不到的,那这个山本真义教授 就发现呢,这个宏光这辆车的成本,整个成本的结构呢 很便宜的,两万七千元人民币 而一辆车,这辆车其实呢,在市场是买什么 买三万三至五万元人民币一辆的 而另一辆呢,差不多的尺寸的车呢,就叫做C-POP 这个Toyota的呢,就卖成要八万元人民币 而那个教授呢,就说,现在这个日本现有的供应链 根本就没办法做出一架呢,定价这么低的电动车的 而教授呢,就分析过呢,其实呢,最主要呢 就是,这辆车是一个,模组化做,用这个模组化做车 就是呢,就好像,嵌积木的嵌出来 还有呢,里面用了呢,就非常之大量的,一些普通级的零件 那令到呢,这辆车的成本就低很多了 而最令到日本汽车这个行业震惊的就是 这辆mini的EV呢,由这个动力电池啊,驱动马达 去到半导体啊,电容器啊,都是大部分呢 用了中国自己企业生产的 而这个车的车型呢,其实可以说是一个 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的一个缩影来的 在所有的车型领域里呢,只要在大陆 只要有一款是,那款很漂亮的呢 就会有无数的车企呢,生产和差不多类型的产品 而且甚至呢,那个配置就可能会更高 售价更加低 那由于014年那个运动比亚迪 就是呢,电池汽油和电池混合型的比亚迪秦 比亚迪的车系通常是用这个中国朝代的,就是秦朝 那大曼开始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业呢,就从未杀过车了 而对于五菱宏光这一,刚才这一辆车呢 它就会更加便宜,它用一些不太耐用的零件 通过一些很容易更换的方式去组装在一起 就是,造成一辆呢,虽然很容易坏 但是呢,亦都用很容易修理的很便宜的车 在日本人看来呢,这些这样的车呢,就不太行的 也都开不了十年,十年不够就完蛋了 那日本人又说觉得不买 其实这个呢,它就落后了一个时代的 因为其实呢,这一类的车呢 是最符合中国汽车市场的汽车来的 如果日本人不是这样做的话,当然是在中国船里卖不了 一方面,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方面,中国那个汽车排放标准不断的升级 现在加快,这个排放标准由第一阶段 在2001年开始的 但是去到最近的第四、第五、第六阶段呢 就每两年呢,就会更新一次 那你出了国六你要淘汰国三 出了国七要淘汰这个其他的国四、国五 那变成了你做得很稳、很实正、很耐用的车里 没什么用的 而另一方面呢,中国企业车企呢 有一个叫做内卷的意思就是呢 那些车企利用自己的品牌 影响力呢,就搞出一些联名的产品 而这个比亚迪最劲呢,就是搞出的叫刀片电池就是这些了 那成了一个金字招牌 也都成为了中国消费者创造热冲换车的土壤 那新出的车型轴行呢,更加长 那那个配件和功能也都更加漂亮 那价格呢,就算是持平啊 也都是高级了很多了,也都是便宜了很多 如果没有办法跟上现在我们中国车企的那个节奏 那那个后果是什么很简单呢 后果就是在市场被人淘汰 在2022年呢,中国的,在巴黎呢,就举办了一个车展 而我们长城汽车旗下呢,就有五款这个纯电动新车 而比亚迪也有三款 日本呢,的车企根本就没有参加 没有出现在这个车展,电动车那个展示那里 而德国罗兰贝格战略资讯公司的三本和一呢 就说了,这日本汽车如果不能够在这个电动汽车领域 就显示出自己的存在感 因为它都不... 就有,会被视为呢,消极对待脱炭 即是减炭,减排炭啊,这些潮流的风险 那上面,提到的,逆向 就是刚才说的,什么叫逆向呢? 这个是讲讲的概念啦 那所谓逆向设计,叫逆向工程,叫reverse engineering 就是对这个产品设计过程的一种新的描述来的 那以前很...以前一般的做法呢,就是说 在这些工程技术人员呢,就会先是在脑子里想一下 那个产品会是怎样的呢? 那是由一个没有到有的过程 就是说它在大脑子里想一想 那个扣市,那个产品外形是怎样的 性能是怎样的,大致的技术参数是怎样的 然后呢,就通过一些,什么叫做 用电脑协助的那些绘图器 就搞了个3D模型 那然后就造成一个真的模型 那拿去做一个真实品,再试 接着呢,就发觉得呢,就会推出市场这样的 这个就叫做正向设计,都是很传统的 现在新的所谓的逆向工程,其实就反过来 就是从有到没有,简单来说呢 就是其实呢,就是将那些已经存在的产品 就是模型,例如好像刚才说的CORONA 这个比亚迪就拿了CORONA的车 这样就拿出来研究,然后反向推出那个 这个产品设计资料,那就包括了设计图纸啊,模型啊 这样,这样一个过程 那它的出现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呢 它改变了传统产品设计开发的模式 可以大大地缩减了这个产品开发的时间周期 是高了产品研发的成功率 现在其实呢,很多行业呢,因为呢 那些很多产品的功能其实差不多 就看外形,那变了来说呢 那个外形设计就用来吸引顾客 那个英俊就卖得了 这一点上面呢,消费产品的设计里面呢 就利用这个反向工程,这个逆向工程就特别容易 因为你,你找了一个现实的产品 然后呢,就搬到电脑里面,接着在那里 改头会面,做了一个靓仔一点的样子出来 那就基本上呢,就可以出到一个 碗色差不多,但是那个外形设计 又漂亮很多的产品了 好了,接着呢,就讲一下什么了 讲到这个,多来讲一点那些科技那些东西了 那美国呢,就在2020年5月呢 在美国的心血管疾病和遗传学家 叫做黄庆,庆天一处的庆 因为所谓的未披露和中国的关系被捕和起诉 那现在在契南大学粤港澳中书神经再生研究 学院教授这个李晓光也是同样的遭遇 不过呢,他们的案件被法庭驳回 原因就是,好像李晓光所说的 美国政府调查的证据就不足 那么很多美国华人的教授在中国的科研 是得到美国学校支持和批准 并没有什么所谓的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危险的 那黄庆呢,在1986年呢 就去到美国读书 在康尼尔大学,获得博索委,很厉害的 那么1997年就开始在这个 克里夫兰诊所工作 在2005年就加入了美国籍 被捕的时候呢,他就是还在做这个 海斯西柱大学 就是Case Western Research University 那是医学院的教授来的 为什么他被捕呢,就是呢 美国司法部在2010年的 2018年的11月呢,就启动了一个叫做中国行动计划 China Initiative 那这个是由这个美国司法部 国家安全部执行的 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全面消除中国间谍 防止美国的科技被中国偷窃 那美国联邦调查局的FBI呢 就频繁地就启动去针对这个 在美国的中国学者的调查了 那很多的华人学者都面临类似指控 那受到指控的学者通常呢 就会面临这些科研生涯中断 被解雇风险,甚至可能要坐牢 那不过呢,就在2021年12月的14日呢 这个彭博社在分析了有关中国行动计划的 在50份美国司法部起诉书里面发现 就说了,中国行动计划这件事呢 在什么所谓抓捕,什么间谍方面 根本就不成功的 其中的38%的案件是因为学术研究人员呢 和这个教授存在欺骗,欺责行为 那这些律师说,其实就是他们在填表的时候 填错了而已 总之填得不清楚,他就说他欺责了 但是呢,其实就没有人发现这个中国这些科学家 从事什么间谍活动的 而这些案件里面有近一半已经被撤销 在2021年9月呢,177个史丹福大学教员 联名向这个美国司法部发出一些公开信 那就要求他停止这些计划的 就认为这个计划已经很明显 偏离了他所说的使命 和呢,根本就会伤害到美国的科技竞争力 而在今年的2月23日 当时的美国助理首席检察官 马修奥尔森呢,就宣布说终止这个计划了 并且呢,就表示这个计划呢 助长了这个对亚裔美国人的种族歧视和偏见 损害了美国吸引顶尖人才的 和呢,推动科技进步方面的利益 但是呢,所谓一招被蛇咬十年,怕草城 况且呢,中美关系持续紧张的情况下呢 美国还是会针对中国人 那一些华裔科学家 就是他们仍然觉得呢 会受到美国政府的怀疑 而呢,事实上呢,越来越多的 华裔的科学家,以及工程师呢 已经放弃了美国顶级大学的终身职位 离开美国,然后回到中国 或者去其他地方发展 最近有比较控动的就是这个 颜龄,是吧?又回到深圳做这个 医学院院长 那华尔加日报呢,就报导 就根据这个普林斯顿大学 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 研究人员搜集的数据呢 在2021年呢 就一共呢,有1,400多个 美国接受,在美国接受 培训的华裔科学家 放弃了美国学术单位 或者这个企业的工作回到中国 人数呢,就比较去年高了22% 要留意呢,这些不是普通人 1,400个都是这些顶尖的科学家和学者 事实上呢,在过去20年呢 随着中国变得更加富裕 科学研究中心的地位 越来越高了 在中国做研究和发展的环境越来越好 发展空间也越来越多 很多在美国接受培训的华裔科学家 都回到中国 当然呢,更大的原因呢 就是他留在美国发展 在美国发展的变数越来越大 甚至有出现这个人身安全的顾虑 在2020年开始离开美国的人数的急剧上升 你看到这样飙升上去 那当中呢,就包括来自哈佛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 芝加哥大学这些很出名的学者 而阿里桑那大学的研究人员 去年的夏天就开始调查发现 每10个华裔的科学家里面 就有4个最近考虑要离开美国 因为他们很担心受到美国政府的监控 而这个《华裔街日报》就访问了 接近20个已经离开 或者考虑离开美国的华裔科学家 提到这个政府 对他们对政府的迫害的焦虑 以及在疫情期间 日益增加的针对亚洲、亚裔的暴力的事件 一些受访的人还表示 受到其他因素影响 包括了回来大陆 中国有更高的 比以前更高的报酬 以及甚至比美国有更高的报酬 甚至和亲人距离更近 不用离开别井 大多数受访的人都 拿到这个终身教绩 归发入美籍 都是归发入美籍的公民 很多人都是航天和生物领域的专家 两者都是在这个中国行动计划之下 受到最严密监视的一个行业的类别 一个中国机械工程教授就说 他在美国留了二十多年 已经对美国的政治环境感到厌倦 之前由于美国的政治气氛变得非常紧张 他就不想再看到 就因为他自己的中国身份 使得他自己和他的小孩 就受到美国政府部门的调查 而芝加哥智父 Marco Polo 在2020年的分析发现 在为美国机构工作的人工智能的研究人员 AI出生在中国的科学家 现在占了有三成 接近三成 以大型科技Google 公司的前主席 美国政府人员 美国政府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 主席施密特 你都说 中国科学家和其他外国出生的科学家 一直都是美国国家力量的来源 与一个拥有14亿人口 人材者的国家切断联系 绝对不是 应该不是美国的目的 目标 根据美国中国和荷兰学者的一行研究 2019年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前1%的科学论文里面 中国学者的论文 占比超过美国学者 这个占比通常被视为 衡量科学领导力的一个关键指标 而美国政客为了政治目的 偏偏要赶走优秀的人才 赶去自己认为是最大敌人的坏譜 你说是不是傻不傻呢? 大家好 巴士的布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之外 在另一个平台石楼台 也有很多独家内容 例如石楼台新节目 10分钟看中国 每日用10分钟告诉大家 中国发生什么重要事 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对看 现在很多媒体比较少说中国的新闻和分析 而且多数都是说负面的 少有说正面消息 叫年轻人每日抽10分钟 看石楼台新节目10分钟看中国 就会知道国家发生了什么事 可以更深入了解国家 石楼台欢迎全球观众订阅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布订阅石楼台 在互联网搜尋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网站 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瀏覽石楼台内容介绍 以及免费试看一些精选节目 多谢大家支持